路边民宅突然发生火警 消防队获报立刻拍出大批人力 赶到现场救援 民宅的一楼不断穿出大量浓烟 消防人员见状赶紧架起梯子 先想办法把二楼阳台的母女给救了出来 信号第一时间屋内三个人都被顺利救出 到眷户车上检查之后 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火警意外就发生在花莲市南京街一处民宅 三号上午屋内一楼的生命桌突然烧了起来 看看这整面墙壁烧得焦黑 一旁的杂物也全都被烧毁 而屋内一家三口 包括爸妈还有小女童一度受困二楼阳台 索性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立刻扑灭火事 一开始住户表示他有一声爆炸声 然后接下来就听到这个住警器的声音 那住警器声音蛮大声的 所以他在惊动到他二楼睡眠中的状况 原本在一楼冒出浓烟的时候 一家三口正在二楼睡觉 也好在住警器发出警报 第一时间惊醒了住户赶紧通报灭火 没有酿成更大灾害 记者留期交流一致欢迎报道